现在是2月中旬,在我们种植6区,虽然还不能在室外播种,但是已经可以开始在室内育苗了。 今天我要播种一些生长期比较长的喜凉蔬菜。 这些蔬菜在3月份就可以移栽到室外了。 今天要播种的有羽衣甘蓝。 我这儿有两种不同的羽衣甘蓝,还有这个叫cullard,是一种叶子很大很厚的蔬菜。 译成中文也叫羽衣甘蓝,然后是葱和中国芹菜。 芹菜的生长期比较长,需要90天才可以收获,所以要早一些育苗。 另外还有包菜,雪梨红和瑞士甜菜。 我通常会用两种方法在室内育苗。 一种是把种子放在两层厨房纸之间,喷上水。 然后放进一个塑料袋里,放在室温下。 塑料袋的口要留一半透气。 这种方法发芽比较快。 而且可以检查种子的出苗率。 一般绿叶菜三到五天就发芽了。 发芽以后,把整张的厨房纸,连同种子,放在一个小花盆里。 上面盖上薄薄的一层土,浇上水就可以了。 再过两三天,苗就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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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在育苗盒里播种。 我今年新买了一批小的育苗盒 上边带盖子的 盖子上还有可开关的通气管 因为我家有一只爱吃青菜的猫 所以育苗一定要加盖子 否则小苗刚长出来就被它吃掉了 这盒子比较小容易移动 可以放在窗台上晒太阳 白天天气好时 也可以把盒子放到室外 让它见阳光 因为幼苗长出来以后 一定要见阳光 否则就会长得又细又长 营养不良 这是自己配置的育苗土 我们先把育苗土装进育苗盒里 然后放上种子 每个小格放四五个种子 然后盖上一层土 因为这些种子比较小 所以盖上薄薄的一层土就可以了 在下边的盒子里浇上水 让这些水 从下边吸上去 然后将表层的土喷湿 两三个小时以后 看看如果下边盒子里 还有多余的水 就倒掉 以后每天可以在上边再喷洒一些水 保持土壤湿润就可以了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novamente Bid Kang 光君 一定失去海es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播种后要在盒子上标记种子的名称和播种时间 然后我们就等着小苗出土了 下一周我会开始播种菠菜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